系统每天定时定量发布的任务,远比玩家需要帮助所发布的任务要多得多。 作为拥兵团想打出名气,基本就是靠刷。 每天接系统这些任务反复做,完成数和完成度高了,要绑上排名上前,当玩家需要帮助时找上门来的自然就多。 但作为系统发布的任务,尤其是这种可重复的,自然摆脱不了枯燥乏味的特点。 在新奇的任务,做上数十遍,上百遍,甚至上千遍,没有人还能从中找到乐趣。 这就需要靠毅力来坚持了。 而韩家公子这家伙对枯燥乏味的东西表现出极大的不耐烦,于是在他领导下的拥兵团直接无视了这条出路。 韩家公子的目标是通过和玩家之间的买卖关系打响人气。 这第一步的发展倒是很顺利,乌龙山洞所图老大的任务在当时难度颇高,完成了他的公子经营团在拥兵工会和酒馆里,很是被谈论了一段时间。 之后的重生紫经就是通过这条途径找上门来的。 只不过,不叫任务拥兵团采取了隐秘处理,任务虽然完成得极为出色,这一次却没有增添什么分数。 再之后,就没有什么可以值得称道的任务拿出手了。 毕竟,高难度的任务也是需要好运气才能领到的。 其次,并不是人人都愿意或是有能力花钱来买人帮忙完成任务,于是公子经营团的发展就陷入了停滞阶段。 含着公子此时也不知是不是过了兴头,在没有生意主动上门的情况下,也没有主动地去发展业务。 其他拥兵团长天天在拥兵工会研究挑选各类任务的时候,他基本就在小雷酒馆喝酒。 于是乎,公子精英团最终沦为无数不起眼的小拥兵团当中的一个。 时至今日,六人奇迹,含着公子突然扬声说出。 拥兵团扬名立万的时候到了时,大家都以为他发了高烧,随后还是右哥在一边沉声解释。 系统第一次举办的活动就要开始了,拥兵团对抗赛和行会对抗赛。 一般的游戏公司,为了扩大影响,也或者说是为了繁荣游戏,经常会利用节日或是周年庆一类的纪念日,举办一些平时没有的活动。 游戏的在线人数记录往往就是在这类日子里创造的。 更吸引玩家的是,这类活动中官方会投放一些平时不容易获得的好东西作为奖励,这才是玩家重视这类活动的主要原因。 平行世界,这次打出的口号是,庆祝正式运营。 早在公司快结束时,即将结束时,游戏公司就已经在为这次活动做宣传,大家都有耳闻。 不过,对于活动内容却一直是密而不宣。 至于拖了这么一个多月,无非就是家常宣传期,此外,就是给公司后才进入游戏的玩家们一个冲击的时间。 由于升级所需经验不菲,玩家之间的等级拉得还是比较近的。 同是四十级的两个玩家,要把经验值爆出来后,你才会发现这两个家伙的差距有时需要三个没日没夜才能弥补。 可惜,这差距在实力上的反应一点都不直观,只供自己歪歪。 活动眼下其实也还没有正式公布,只不过又搁又收到了一些分。 一看是涉及拥兵团和行会的,这才马上通知韩家公子召集人手。 这些活动啊,无论最终结果如何,基本上所有的玩家都会想方设法参加的。 而像他们这等高手,自然更是躊躇满之。 这次活动,一举拿下,以后哥哥扬名立万,韩家公子进行动员演说。 这话刚完,又觉得不妥,因为在座的,除了这游戏里刚刚换了ID的他,见鬼又哥御天神明和战无伤,早就是靠名字就可以扬名立万的主。 而顾飞,R7149的名号报出去,足以惊倒一片。 那是可以和目前的吴小强比肩的名字,传说中的幕后隐藏BOSS就是这样的。 果不其然,对于韩家公子个个扬名立万的说法,五个人无动于衷。 韩家公子清了清嗓子,重新发表讲话。 嗯哼,我的意思啊,活动肯定是要参加的,既然我们提前收到了分,大家都准备一下。 转职没做的,研究的,都差不多了吧? 千里,你这几天,能冲上四十吗? 我看悬,顾飞说,他经验差四十,还老大一截儿呢。 你们转职都谁做了? 韩家公子问,四人都摇头。 这高手啊,一个个都精明得很,反正目前转职做不做,都不影响日常练集。 在没研究清楚,两个方向前,没人贸然做出选择,大家都等着官方进一步的多透露些资料出来。 自己看着办吧,韩家公子一挥手,从哪个角度看他,都是个怕麻烦的主。 话也懒得说太多,默了而道,这次我们的对手主要是其他佣兵团了。 有个这两天会整理一下云端城其他大佣兵团的资料,到时再研究。 众人点头,没事儿了,韩家公子探探手。 我认误去了,玉天神明第一个起身,至于这话,却是以请示的口气向顾飞说的。 去吧,玉天同学。 顾飞批准,随后五人也相继起身逐个离开。 只有韩家公子只是出了包厢门朝小雷吆喝了一声, 脚!又转进去坐下了。 出了酒馆,战无伤和见鬼各奔东西,顾飞此时收了重生子经那边发来的消息,竟然也叫他去开会。 这真是百年难得一遇啊,顾飞许久没去了,重生子经到底哪个门印象中都有些模糊了。 迈步走来,竟发现幼哥和自己同路。 两人边走边聊,顾飞突然想起一事,向幼哥求教。 飘流这个人知道吗? 当然,幼哥说。 也是老玩家了,法师高手。 是吗?那他和玉天比谁强些? 顾飞问。 你这问题啊,是他俩有了明记后就一直有人争论的,没个结果。 幼哥说。 那你们不都说玉天是法师第一高手吗?顾飞奇怪。 废话,我们身边坐的就是玉天,你要换飘流坐哪儿,我们马上都说飘流是法师第一高手。 幼哥说。 顾飞哑然失笑。 这帮家伙还真是够虚伪的。 莫了又问。 那你看,他俩谁强一些。 幼哥这家伙自己水平不算顶尖,但理论知识绝对是拔尖的。 做做评论工作正是他的强项。 呃,这个嘛。 幼哥略以愁逐后说,你不要和玉天讲啊。 顾飞一笑。 行了,我已经知道答案了。 幼哥也笑。 呃,倒不是真说玉天不行,不过你也看到了,玉天这家伙比较张扬。 他有几斤几两,大家都清楚得很。 这孩子要是发现了什么诀窍,什么技术,立刻啊,会公布出来,让其他人学习。 然后自个儿在一边装大神。 飘流这小子,就是闷糟行了。 平时低调得很,一出手你才会知道他厉害。 而且不像玉天那样喜欢资源共享。 他要发现什么诀窍,我估计一定会藏着掖着。 所以嘛,玉天的实力一目了然了,飘流这还藏着掖着。 就从这种心迹上来看,我觉得玉天可能比不上他。 嗯,我看也是。 顾飞点头表示赞同,飘流对于那个洛伊红艳的技能,基本就是尽量藏着掖着。 你认识飘流? 右哥挺意外,他们五个都知道顾飞虽厉害,却是网游新手。 顾飞点头认识没两天,他现在掖在云端城。 哦,他跑来干啥? 右哥惊讶? 不知道,顾飞说,右哥在一边直返嘀咕,顾飞又问,现在都说的五豪杰五小强啥的,你都认识吗? 右哥笑了笑,总榜上四十一级的五个家伙,那个叫百世荆伦的格斗家不认识。 不知道是不是换了ID的哪个人,叫水神的弓箭手和叫剑男幽的战士这两个是有名的职业玩家,至于那个叫喜妖舞的盗贼这人是个女的,号称史上最彪悍的人民币玩家。 这女人没接触过,不过听闻操作也是很了得的,不过这肯定了,人家打钱做生意的时间,他全花练级练技术上,乌利还猜怪。 不过嘛,我觉得如果不是剑鬼上次被扶掉了几亿五小强的位置,应该有一个是他的。 好可惜啊,顾飞也替剑鬼惋惜,剑鬼在游戏中所下的苦工绝对是常人难以想象的,他对于游戏的热情堪比顾飞对于功夫,相较之下,韩家公子那家伙就随性多了,也不知这样的两个人怎么搞到一块儿去的。 小雷酒馆距离重生紫荆并不远,难得的是,佑哥居然一直和顾飞一个方向,两人说了这么几句的功夫,重生紫荆的招牌已经就在眼前了,顾飞指了指说,我到了。 哦,佑哥拍了拍他,暧昧地笑笑,继续朝前走了。 顾飞推门进去,倒吸口凉气,好久没来了,重生紫荆的办公室没变大,人倒是多了不少。 顾飞扫了眼,自己以前常住的角落,此时也被人霸占了。 一时间没奈何,站在门口发呆,倒是不少生面孔看到顾飞后,个个露出诧异的神色。 自打他们加入重生紫荆,还从没在这房间里见过男人。 正尴尬忽有一女,跃众而出,朝着顾飞吆喝。 嘿,千里,顾飞一看,哟,这不是小雨吗?一个月没见,这姑娘也变样了,原本那身覆盖面积达百分之九十九,笨重铠甲,不见了。 换的是一身,时下女战士最流行的贴身软铠,这种铠甲看似鲜弱。 实则依然属于重型铠甲的范畴,只是游戏公司屈服于女玩家的暧昧之心,不得已做出的外形修正。 看六月的雨这事儿,色彩以红黑为主,并没有什么璀璨的华光,但把人是衬托的撒爽英姿。 此时,她没带头盔,朝顾飞走来,那长发飘啊飘的,这就是传说中的刚柔并济。 好久不见呀,六月的雨随手拍了顾飞一下,顾飞本来还那儿摆着微笑呢,这一巴掌挨身顿时按叫不好,这小雨啊,还是这么没大脑,这用力没情没重的。 朝旁接连几个亮枪,顾飞心里的血已经滴下来了,自己竟然被一姑娘一巴掌给拍飞了,这太不像话了,可是这也是出于无奈呀。 随着游戏中角色不断加点,玩家在游戏中的力量、速度之类的属性已经开始明显超越正常人类。 像小雨这种全力型的,此时就像吃过菠菜的大力水手,蹂躏顾飞就像捏扁一个一拉罐一样的容易。 顾飞正准备,稳住脚步,身边已经有人搭了把手,把她扶住,回头一看,是柳夏。 没事儿吧,柳夏笑,没事儿,顾飞郁闷,随即回问,你没事儿了吧? 柳夏知她指的是什么,点了点头。 这边儿顾飞被人拍飞,那边儿已经有人用责备的口气在叫了。 小雨,六月的雨捂着嘴惊叫,哎呀,我又忘了,说着连忙过来看顾飞,别介意她今天已经拍飞好几个人了,说话的是齐悦,和顾飞也有一个多月未见。 介意什么,我和小雨是哥们儿吗?顾飞说。 哎,没错,小雨说着,又来拍肩膀,顾飞这次不会再大意了,肩朝旁一侧,小雨这一巴掌拍了个空,我还是小心点儿吧,顾飞擦汗。 刷一下,一个回复树飘到顾飞身上,顾飞不看都知道是谁了,果然落落的声音在旁边响起。 这次不嫌弃我的回复树了吧? 全力战士,不拿武器,那攻击力也不简单,顾飞受着一巴掌,生命绝对是有下降的。 顾飞无言,这姑娘一个一个的真是应接不暇。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,齐悦拍手,这人就是咱们行会的千里一醉了。 不认识顾飞的姑娘,此时其实也已经从老成员那儿问出了她的身份了。 不过齐悦既然正式介绍,大家还是要做出一些反应的,拍手的拍手,尖叫的尖叫,还有打口哨的。 顾飞这个从不出现的家伙被众女戏称为迷一样的男人,此时真身献身,遭到热烈调戏,现场气氛热烈。 这时顾飞的职业素质就体现出来了。 试想那体育课,男生女生势必要分开上的,体育老师可以说是唯一一个需要单独面对一群女生的教师工种。 这等场面顾飞是经受过历练的,当即非常随意,朝众女一点头,同学们好。 呵呵,众女顺着顾飞的玩笑话,一边笑着,一边附和,老师好。 这无形中就更入戏了,顾飞在此微笑着,朝大家一点头,尴尬,不攻自破,看得一边的落落都惊诧不已。 平时自己回复术摸两把这家伙都不自在,倒是这样的大场面表现得如此镇定。 齐悦,扫了众人,也笑着开口了。 人,差不多了,我说一下啊,这个官方活动啊,就要到了。 内容是,佣兵对抗赛和行会对抗赛,听说奖励挺丰厚的,咱们行会不大,不过,参加一下倒也无妨。 两项比赛是可以重复报名的,咱们行会没有佣兵团,想再参加佣兵对抗的,咱们可以再组一个。 众女静静地听着,只有小雨已经沸腾起来了,握着拳头,朝古飞激动地说, 任我,任我,难怪突然回来,原来就是冲着活动。 时代再变,这丫头对任务倒还是痴心不改。 故飞一边笑着,一边朝退闪了两步。 那巴掌就够痛苦了,这要冷不丁给自己来一拳,还不得给砸成对穿肠。 这边齐悦的演说还在继续。 这些天,大家能生得再多生生急,活动大概还需要几天。 看起来齐悦,这也是有点人脉的,又哥那边能收到的风,他居然也能收到。 然后,谁想参加佣兵对抗的,过来报个名,咱们也组个佣兵团。 齐悦说,对抗赛,实质上就是PK赛了。 对于PK感兴趣的姑娘,倒还真不是太多,以行会为单位去热闹体验一下,也就完了,再参加一次佣兵对抗,姑娘们的积极性显著不高。 除了烈烈第一个跳出来,并以团长自居后,其他人都在犹豫当中。 千里,你参加吗? 齐悦指明问。 我有佣兵团了。 顾飞说。 哦,齐悦没说什么。 这种现象非常普及,并不是所有行会旗下都有自己的佣兵团。 上重生紫荆,自己就没有。 这样行会成员在外入了其他佣兵团,自然是无可厚非。 烈烈在那扎唬了半天,总算也拉来些姑娘入团。 顾飞在旁不以为然地笑笑, 想着以这些姑娘的稚嫩技术遇到见鬼他们这帮老手,除了色幼树,似乎真无其他圣机。 这样一想,顾飞顿时意识到,如果他们和公子精英团相遇,几方顿时已经失去了御天神明和战无商两个战力。 至于其他三个家伙,虽然表面上没遇天神明和战无商那么激进,但知人知面谁知心呢? 顾飞就记得,见鬼出狱洗小天时就表现得挺澎湃的。 正着胡思乱想呢,顾飞又收到消息,打开一看是诺夫救星,正在大叫,师傅,我可找到你了。 哪儿呢?顾飞问了句。 两人约了见面地点,顾飞一看屋里姑娘们也开始闪人了,于是和几个叫熟的人招呼了一声,便离开了。 和诺夫救星约在了城中央的广场喷泉边见面。 顾飞到时,诺夫救星已经等候多时,一看顾飞来了,立刻摆了个螳螂拳的架势,身子摇晃,嘴中还咿呀呀的喝着。 顾飞上去朝他下盘勾出一脚,诺夫救星向后撤出半步,架势不变,居然闪过了这一勾。 呦,练得不错吗?顾飞赞道,诺夫救星刚才退的这半步,完全符合七行步的步点。 当然,顾飞这一勾也只是很随意的试探,否则岂不是诺夫救星练了一个月就顶他二十年? 那样,诺夫救星才该担任领衔主演。 得到顾飞夸奖的诺夫救星更是得意了。 继续不停地拉着架势。 行了,行了,收收吧。 顾飞说,螳螂拳的造型是很别致的,极引起围观,尤其是在城市正中这么一个繁华的地段。 越野城那边怎么样?顾飞和诺夫救星寒暄,诺夫救星连摇头。 还那样,本来大家以为打倒了前尘日子可以好过点,结果现在他们那石毁联盟比前尘人还多,还要欺负人。 石毁联盟? 哪个行会? 顾飞问。 哦,是十个行会的联盟,因为现在还没有哪个行会等级高到可以容纳那么多人,所以他们暂时还没法合并。 诺夫就行说。 顾飞倒吸口凉气,以前起码就是一家前尘行会作为作福,现在搞个石毁联盟,越野城还真不是个安生的地方。 越野城的玩家现在少了好多,诺夫就行说,全往别的主城跑了。